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这个demo2呢已经做完了 那么整个课程的话,到这里的话就接近尾声 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给大家呢,推荐一个这个之前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这个Bullstrap的一个优秀的一个模板推荐 好,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模板 那么这里呢,给大家呢,两个网址 那么第一个呢,是一个它的官方网址 那么第二个呢,是老师自己整理的 也就是说老师自己在平常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呢,觉得如果它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引进进来 然后自己呢,做一个这个笔记,相当于是一个分享吧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英文网站啊,官网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那么打开之后呢,这是这样的一个网站 那么我们往下走 那么这里呢,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收列图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Bullstrap的一个模板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演示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演示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找一个这个 那么点一下 好,看一下演示 那么下面呢,它就给你了这样一个效果 那比如说这里的话,它是把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导航呢,给你两种颜色 给了你两种颜色 然后下面呢,这个是一些这个按钮的一些颜色的改变 包括这里一些分页 以及下面呢,还有一些这个文字啊 代码段啊 还有一些这个表格的一些样式 那么这个我们如何来使用呢 好,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网站上呢 是提供了一个这个下载的一个按钮 好,download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中呢,进行一个下载 或者是直接引用它的这个网址呢 也是可以的 好,那么这里呢 我们把它呢,复制一下 好,复制一下 然后呢,在我们的项目中呢 来进行一个替换就可以了 好,进行替换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TIG页面 对吧,TIG页面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是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样式呢 就可以了 好,我们找到这个 Bloodstrap.main.css下面呢 给它把这个cs的地址呢 直接粘贴一下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么你就发现 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效果 我们点一下重新再入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整个页面的效果呢 就变化了,对吧 当然我们点其他页面呢 还是没有效果 因为我们只对它呢 进行了处理 好,那么还有其他的 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 我自己整理的这个页面去看一下 好,那么在这里呢 打开 那比如说我这里个人比较喜欢的 给大家推荐一款 那比如说这个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页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演示 好,是这样的一种风格 这样的一种风格 黑色的一种风格 我们可以把这个cs呢 拿到这里一个下载 点一下 那么会弹出这样的一个网址 直接把它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呢 可以粘贴到我们的这个样式里面 那比如说 我们找到一个页面 比较复杂的页面 那比如说是这个 好,用户管理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对它进行一个粘贴的一个 覆盖的一个效果处理 好,我们找到UrorList 然后呢 找到这个上面的这里 直接可以 可以直接把这个Bullstrap的 这个样式呢 给它去掉 好,然后呢 再来刷新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点一下添加用户 好,可以弹出这样的一种对话框 那么当我们缩小之后呢 看一下 OK,那么缩小之后呢 也是这样的一种效果 好,也是比较美观 往下呢 会有这样一些内容 OK 那么这是这个模板的介绍 好,当然这个模板的话 大家也可以直接把它什么呢 把它这个下载之后呢 直接放到我们的这个模板目录 来进行这个引用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何来引用 那比如说这个页面 当我们出现这样一些CS代码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另存为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把它存放到 我们的这个项目中 那么在记盘 找到这个Bootstrap 那么找到这个CSS里面呢 好,这里给它保存一下 那么再给它点一个 N1W6 对吧 OK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引用 好,这里直接 这样来 那么这边的话是已经出来了 Bootstrap 应该是CSS CSS下面呢 什么呢 Bootstrap的点 6 点CSS 可以直接这样来引用 那么这样呢 它就会在你自己的这个服务器上面 所以说它的这个加载速度呢 可能会快一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用户管理 OK 没问题 添加用户 好 那么这个界面呢 也是非常的这个漂亮 简单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扩展的 拓展的一个知识啊 这个模板 好 那么所以说 以后在项目中 如果可以用到的话 来可以尽量的这个 把它这个引用过去 因为这样呢 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开发时间 也可以减少这个网站的一个 同质化 对吧 因为我们如果都使用这个 默认的这个Bootstrap的一个 默认样式的话 所以说 网站就没有这个新意了 所以说所有的网站呢 都看着是同一个 同一个模样 就和所有的人都穿同一件衣服 是一个道理 那么 看起来的话 会有一些审美疲劳 对吧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 模板啊 拓展的一个模板介绍 那么我们到这里呢 这个课程呢 就结束了 我们来 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的整套课程 首先呢 是这个 第一步 我们如果要使用这个 Bootstrap来做网站 对吧 首先我们需要获取的 它的这个文件 那么 获取文件的方式呢 有两种 那么 第一种呢 是在这个Bootstrap的 这个英文官网呢 去下载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 可以打开它的英文官网 然后呢 找到这里有一个 这个下载按钮 好 那么这里有下载 对吧 可以点击下载 那么这是英文官网的 那么这里可以下载多个版本的 比如说 一个 适用于这个生产环境的 或者是有这个Lice的 或者是有这个 Usize编写的 那么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当我们获取的文件之后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 去安装我们这个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的话 那么之前 在课程中讲过 那么这是这个下载地址 以及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地址 包括这个汉化教程 好 然后再往下来 是一个这个创建的一个基础文件 那么创建基础文件之后呢 我们必须啊 必须要对它呢 进行一些处理 比如说 开启A8的一些 这个标准渲染模式 以及 配置它的这个视窗 然后呢 我们需要先引入这个GQuery 然后再引入这个Botswrap的一个这个GQuery 啊 GIS文件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可以使用加速文件来进行这个引用文件 好 那么这是一个创建项目的一个逼竞流程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demo了 对吧 第一个demo呢 是非常的漂亮的 好 响应式的一个网页 一个官网 那么在这个demo里面呢 最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下边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插件 对吧 满意的一个效果插件 那么前面的话 都是基于一个Botswrap 最简单的一些基础知识来制作的 后面呢 就是一个精华 那么对一个网页呢 进行一个提升 这个首先第一个呢 是这个GQuery的一个单一面导航插件 那么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那么只需要啊 把这个导航这个选择之后呢 给它应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可以设置一些偏移量 然后呢 就是这个owo.man.js 那么引入它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动画的一个CSS的一个插件效果 那么老师在这里的话 也是为大家呢 整理了这样的一个页面出来 那么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网址呢 就是一个 wow.gs.boot.com 那么我们进来之后呢 也可以在这里呢 来下载 因为老师的话 平时的话 也会给大家呢 分享各种最新的一些GIS插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好 这个页面呢 老师也是做的比较简单 然后下面的话 也就是给大家在课程中 讲过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那比如说要引入了一些文件 要引入了一些这个GIS文件 包括它这里呢 给大家一些这个自定义的一些配置的一个方法 当然这是可选的 好 那么这是这个 这个效果插件 然后这个呢 就 DEMO1呢 就这样就完成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后台 管理后台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 主要呢 就是运用到一些Bullstrap 它自身的一些 这个代码段 然后呢 我们对它呢 进行一些提取修改 那么就可以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里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有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统计图的一个插件 对吧 那么这个插件的使用方法呢 也是给大家讲过 那么必须要创建画布之后呢 再来引入我们的这个曲线图的一些GIS代码 那么包括曲线图的这个 X坐标和这个数据坐标 以及它的一些颜色值呢 也是给大家讲过的 包括我们 如果想创建多条统计数据的话 我们就直接可以复制其中的这个 内容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是这个 统计的一个图表的一个使用方法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很简单了 就是我们课程里面 所讲到的 用一些这个ListGrab组啊 就是列表组 然后一些表单 表格 那么来制作我们的这一个管理界面 因为管理界面的话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会经常用到 所以说我们尽量的做一个 简洁一些 那么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 现代的一些审美观 对吧 因为你的前台的话 只是针对于开发人员或者是站长来使用 并不是直接面向于这个用户 所以说啊 这点上也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那么最往后呢 就是这个模板推荐了 那么上前面呢 我们就讲过 那么这里呢 就不讲了 所以说本套课程呢 我们就到这里呢 就结束了 当然老师呢 还是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在这个课后呢 大家要多多的练习 那么当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你可能觉得这个项目呢 比较难 或者是这个代码呢 你又记不住 对吧 其实老师也是有体会 那么老师的英文呢 其实也并不好 那么大家课程中呢 也可以看到 包括之前的几套课程 那么学员们呢 都会说啊 老师的英文呢 好 这个真的太垃圾了 对吧 那么这点我其实不在意 因为我们只要搞懂 我们这个代码 它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了 我们不去理会 它到底是怎样来读 我们只最关心的是 它能够为我们 实现怎样一个效果 我们如何能把它记住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下来之后呢 大家多去做几个项目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本套课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 我把我的这个联系方式呢 在这里呢 给大家写一下 那么同学们在后面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加老师的科目呢 和老师进行一些交谈 那么老师的科目呢 是 科目给大家写一下 是这个 782590844 好 那么我们本套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 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 那么以后有期的会议的话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学习 好 同学们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